新歌曲 好想問我 哇 在排隊耶 原來的娘子比較特別 他很想喝酒 嗨 我是浩翔 School of Heaven 我是Tara今天超興奮 因為我們要搭飛機 超久沒搭 然後我們這次還是要去金門兩天一夜 會整理出超強懶人包 吃喝完了全都有 我們會去幾個金門必訪景點 然後金門特有的人文特色 然後我們也希望我們運氣好一點 可以看到最近很胖那個粉紅磁湖 我們也會去幾個很好吃的美食 那些都是在地人推薦去金門 一定不可以錯過的味道 那我們就馬上出發吧走 我們這次搭乘的是華信湯包 它北中南的話都有航班 而且好像現在時間差不多的 就究竟搭乘就好了 從台中飛到金門大概65分鐘 因為我們這次是住在北山古洋樓 然後那邊有帶訂租車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拿我們的行李 然後再去取我們的車 我們剛剛在機場那個取車的時候 其實還蠻快的 它是以24小時為一天 超時的部分就是6個小時以內是以駕駛 然後超過6個小時就直接算一天 好那我們現在就準備要去吃第一家 就是也是來金門必吃的泳村廣東粥 然後它是一個在地人跟觀光客 都還蠻喜歡的一個早午餐選擇 所以我現在還要來去吃吃看 它料蠻多的耶 我們剛剛在撈的時候是真的很特別 因為你看不到米粒在裡面 對所以它拿海鮮的時候它寫粥米 它是軟的那種油條耶 它油條有一點嚼勁耶 軟的油條通常都是這樣 它沒有油條味的就很棒 欸我覺得真的要這樣一起吃 欸一個才10塊不滿的 這個感覺很特別 真的來這裡可以補充它 我們現在要的是北山古羊樓 然後這邊是1928年建的 在8年就百年歷史了 它今天也像古寧頭大戰 823炮戰 然後你看它牆壁上其實有很多彈空 這些都是一些歷史的證明 現在這裡啊除了是古蹟之外 它裡面也改建成為飛鮑客站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入住的地方 我那時候一查就覺得我想住這裡 雖然出門會很想住漂亮的民宿 可是我覺得來到金門就是要體驗這種 有故事感的地方 像這個也都是很特別 就是金門常常會有的建築 然後這個是 就是它的彈筒 欸這個彈筒這麼大喔 一個前頭大 因為現在還沒有到check in的時間 我們要早上來 才可以讓大家看到它白天的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是要準備去那個 粉紅池湖 嗨 好像在池湖這邊 我們剛剛是 去別的地方 那裡的湖是更粉紅色 我們本來想要在那邊錄影介紹給大家 可是 你用肉眼看你會以為它是乾的 然後你就真的踩下去 就是你就先下去了 所以建議大家來這裡就是走這一條 這一條應該是我們目前看到的最乾的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拍照的話 我們剛剛那個漂亮的湖 它上面一點可以拍 可是我有震驚到它是真的是粉紅色 對 大家不要再說什麼我們都騙人 它是真的粉紅色 很久沒有下雨 然後它裡面的突然養分過高 然後藻類震生就會有這個粉紅色的現象出現 那我們已經幫大家踩雷了 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是大家來 不要穿心愛的鞋 怎麼限量鞋你會後悔 不要真的不要 那個白板的其實都很軟都不要走 但是也就是很特別啦 我覺得很值得來看一看 我們現在要來租界K-Bike 其實就是金門版的U-Bike 然後現在有了這個選擇之後就變得很方便 然後這個是前一個小時免費 然後超過一個小時之後是每半小時10元 金門是唯一一個有台灣好行的離島 台灣好行其實很方便耶 它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到 路程都會是那種各大旅遊景點 在金城城山這邊就有一個台灣好行的站牌 其實台灣好行這邊有很多條路線可以選擇 像台灣好行它很棒的是它有一日遊跟二日遊的套票行程 甚至有些站牌會有下車導覽的服務 我也需要注意的是金門的台灣好行是需要先上網訂票的 想要繼續玩的話就去幫我那邊看啦 金城島街在唐宋時期就已經很有規模了 後來一直到清康西年間啊 更成為這裡的主要商業中心 那我剛剛看到最特別的是這一間的 它是老舊的那種製刀店鋪 有那個砲彈耶 然後它是拿這個去做菜刀耶 接下來到是金城島街這個症絕牌坊 你知道症絕牌坊怎麼來的嗎 怎麼來的 它是秋良公將軍 你知道嗎 就是功成名就之後 他就是想要謝謝他媽媽就是想要不讓他長大 因為他就只有請皇帝要表演他媽媽 就有這個症絕牌坊 裡面還有一個黑茶也是來這裡必吃的美食 現在來到的地方是魔飯街 這裡就在金城老街的旁邊 然後這裡都是紅磚拱廊的建築 然後兼具了洋樓啊跟中式建築的藝術之美 這裡下午4點到晚上8點的時候 汽機車不可以入內 這樣子你們進來逛以後逛起來比較舒服 然後我們現在要回頭 因為我們已經經過我們要去的店家了 一格是一碗 然後它的配料 有新鮮脆 它有三種可以選 豆花或者是仙草或是剉皮 然後它前面還有賣那個章魚小丸子 有加辣的就是攝影師去點的吧 對啊 我吃到一顆了 你這樣就是投擲別人食物才會被發現的那種 好 那我們趕快去吃 我們等一下要去看看另外一間 重新路滿天高有沒有開 它是越咬越香的那種 很古早味的味道 很Q不是軟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的推 我們現在來到的地方是建宮嶼 就是金門旁邊的一個迷你小的島 然後它大部分時間啊 都是一座被海水環繞的孤島 所以我在甘草前後一個小時 才可以透過這個石帆布到登上建宮 而且因為它這樣子海水會分開 所以就被稱為金門版國西分海 而且就是剛好在退潮的時候 潮間在這邊也會有很好的生態 欸你看這個你看那個 啊分海 這是一整個都是 對我其實也有一點看 但就是給你們看一下 給你們近一點看 然後它前面有一個母麗人的裝置藝術 這真的是荷蘭藝術家的作品 也是這裡很有名的海上打卡地標 我們現在呈現一個校圍的姿態 在跟大家講話 對如果女生想要來拍什麼時候 戴個帽子 阿克力的帽子要壓好 建宮嶼上面有一個 9公尺高的正成功的石像 也很多人會在那邊拍照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再去趕另外一個行程 所以我們就不會登上去島上給大家看了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金門最酷的打卡店 它沉睡在歐洲沙灘的一個戰車 很酷欸 它也是退潮的時候才出現 一天就只有兩個時間可以看到 然後它又不是很好找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我們是怎麼找到它的 到沙灘之後往右邊走 對我覺得這邊的沙灘其實也很美 這個就是反登路的軌條寨本寨 這樣看過去超壯觀的一整排都是 我們到了 我們是快走的 所以我們走剛好就10分鐘 那你們來的話慢慢走 可能可以走15分鐘左右 戰車這邊的沙灘真的很漂亮 你會來拍戰車 你也可以來拍沙灘的美容 對 所以我們剛剛從沙灘這樣走上來 然後它這裡就有個廁所還可以洗腳 對啊 而且它廁所看起來很乾淨 我們現在要再度回到金城老街 要去買那個烏雞 哇在排隊耶 好我們趕快去排隊 反正我們就是要來這邊買食物 然後晚上會去北上烏羊肉 跟大家一起吃晚餐 在蚵爹旁邊我發現有一間也有賣米式燒餅 因為好像跟我們一般吃到燒餅的條不太一樣 然後它也有分鹹的跟甜 鹹的裡面就是包豬肉 它裡面那一片很像中式西餅 然後它有胡椒的鹹 外面有一點像是小火餅或是菜洋餅那種 而且這很便宜 這一個才15塊 拜託上去買三個 真的超便宜 好笑我們有早點來 哇 你好吃 我們應該跟你開玩笑啊 我覺得它有點很棒 就是它的高利餐很多 超鮮 那個鮮料超飽滿 然後那個蚵仔超鮮甜 這個是我下一次來金門 真的還會想要再吃的東西 拜託大家可以來買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很習慣 我們今天住的地方是 家庭房 然後那邊也有一個洗手台 然後那邊也有一個廁所 欸這樣很棒耶 這樣廁所就不用出去了 它是乾濕分離 我覺得超扯的 當然那時候天啊它是補雞 可是我覺得它裡面都整理得非常單近 有三間浴室 所以它有洗麵乳耶 還不錯不錯 我們現在要混進來 講我們幫手的哈利 沒錯 大家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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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概7點10分 然後那Heaven說要帶我們吃一間很厲害的早餐 這家早餐呢 是只有當地人才會知道 因為它沒有明顯的早餐 所以被稱作無名蛋餅 就在那個金門高中附近而已 所以是很多校友的青春回憶 餐集的評判也就是五種 也就是吃的兩種 然後喝的三種 蛋餅就是 蔥油餅加蛋 蔥油餅加蛋 蔥油餅烤得很神秘耶 欸我覺得它辣醬不錯耶 這應該只18塊 加蛋也只是變成25塊 化身湯是只有熱的 所以烤起來就很清爽的 化身湯 蔥油餅跟蛋餅 我個人推薦蛋餅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就是加辣醬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吃的方法 我就推薦給大家啦 嗨 我們現在在宅山坑道 這裡有金門最美水上坑道之稱 然後是以前作戰的時候 提供給登陸小庭運輔的據點 裡面還有設置停後的碼頭 只不過現在已經轉型成為觀望坑道啦 坑道的話是花崗岩結構 然後它下次在秋季的時候會舉辦音樂會 就讓它整個變成噴到一個大音響 我覺得超酷的 它也是金門特色活動之地 結果它今天 落實清理 暫停開放 這裡的停車格很多 然後旁邊也有 我們昨天騎的那個K-Buy 這個都是在它的外面 都可以先逛一逛 然後再走進去坑道裡面 那因為我們今天最主要是要去坑道嘛 它沒有開的話 那我們就出發前往下個景點 古岡樓這邊也有超漂亮的風景 因為這古色古香的建築 搭配翠綠的山丸跟湖泊 很像果化般的美景 欸我們就在這睡午覺嗎 出來玩就是要悠閒嘛 就是我們的視角 還有一點樹跟湖泊 你知道我最喜歡哪一點嗎 等一下 你的雙下巴 你的取向真是特別啊 要這樣嗎 我們要進去了啦 欸天花板超好看耶 哇 哇 三樓上來之後 視野更高 就更漂亮 這裡也有萬裝體驗 這裡很好玩 小朋友來也很開心 對 這位今天是我的娘子 我要帶她來買飲料 老爺今天要喝啥呢 我的娘子比較特別 她很想喝酒 所以 娘子想喝什麼 我有的是錢 那我可以再吃一顆茶葉蛋嗎 她寫一條跟香蛋 應該就是茶葉蛋吧 對 她就是用一條混下去 我這樣還有貼布 欸對對 貼布的 老爺很清楚的晚上幫她貼 那之前都是誰幫我貼的 我們來吃這個蛋好了 它是 乳蛋蛋黃都是有入味的 它這樣吃起來跟一般茶葉不一樣 而且蛋很Q彈 然後有點甜甜的 回報 這真的要吃 我覺得它可以榮燈金門特色美食欸 好妙喔 把它算可以調酒 其實它算很便宜 而且阿姨剛剛說可以客製的話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是想要嚐嚐味道而已 它可以幫你再調蛋一點 我們其實沒有想到我們可以在古剛樓玩這麼久 對啊 真的有點顛覆我的想像 提醒大家不要小看它時間要留長一點 不然你後面行程會延遲 接下來我們現在來到沙美老街 沙美老街它是金門這裡最早行程的世界之一 那也曾經是金門最熱鬧的地方 除了要買東西之外 還要去找一個比較厲害的景點 我們這裡金門版的摩洛哥 這裡就是沙美老街裡面的腿屋 它圖黃色的腿屋拍起來真的超有 那種中東摩洛哥的感覺的 而且我覺得這裡很棒的一點是 它不是只有一面角 它有很多個位置 然後也有很多拍照角度 然後它旁邊這些小巷子 我覺得都可以來走一走 我們現在來到長河餅鋪 長河餅鋪在這邊也是有近百年歷史 我們今天最主要其實是要來找牛餅餅 有牛餅餅嗎 賣完了 我們現在還沒有中午就賣完了 因為牛餅餅是這裡很有特色的一種糕點 好 那就留著下一次來金門的時候吃 我們現在來到了楊宅老街 這裡過去是軍事重鎮 但也是那些軍人他們娛樂消費的地方 後來電影軍中樂園也來這裡取景 然後政府又決定就把這邊留下來 然後也讓這裡變成了一個打卡熱點 淑女美容院跟紳士理髮廳 這兩個是來這裡必拍照的 好可愛喔 所以大家會這樣子一次拍這兩間 他們這很喜歡撞球 你看這個賣冰果是賣冰的 樓上還有撞球室 樓上還有撞球室 在這個旁邊還有一個大家都會去打卡的店 就是京東電影院 他們真的是用樂高做的 這是有問題 這裡面是有休息時間 這個時間大家就注意一下 南石戶公園呢 還有金門版的張家界的美稱 因為你看 很漂亮耶 它的花崗石跟湖水 就是這樣子互相衝托 在這裡你會覺得很心曠的聲音 很舒服 而且視野很開闊 對面就是海耶 這裡真的很漂亮 金門這裡有花崗石啊 它就是硬度很硬 然後又紋路很優美 所以台灣很多著名的建築物的食材 都取自於這裡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最新的設施 就是這個 漢圈 我跟你講 結果它會隨著聲音的大小 然後讓球體長得不一樣 會噴出不一樣的水花 像後面這個 可是因為它每周是保養 我們這時候來就沒辦法 每個柱子上面 都有一隻小小隻的風濕葉 它重的是 每隻風濕葉都長得不一樣 對你看現在這一隻是這樣 那一隻是這樣 然後隔壁汁 隔壁汁 這邊有客氣我覺得還算少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這裡 這裡真的很棒 我們後面這一棟白色的建築 就是城景環羊樓 也是金門現在規模最大的一棟羊樓 精緻的雕花跟對稱的廣門 帶一點西方氣息的建築 吸引了很多遊客還在你觀光跟拍照 陳錦南先生熱情與工藝 以及教育事業 我們要從他蓋好到現在 其實中間做過很多用途 像是演戰醫院啊 學校或是官兵休假中心 等等都用 陽龍外部啊 會有一些金門相關的攝影作品 那內部也會有金門的長袖展 它會給你有一些金門的歷史 來拍拍照你也可以來這裡 更了解金門的主展 這一次的旅程完全超豐富 我們去了很多地方 然後從交通 住宿 景點 美食全部都有 就整體住最強的冷人包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而且我覺得金門跟我想的真的很不一樣 之前對金門的印象就會覺得 就古蹟很多啊 去應該很無聊 趕快要玩 但我覺得這次來一趟 它其實古蹟不代表是在地的文化 然後有很多老闆街啊 小吃可以去 再來呢 很推薦大家 有空真的可以來金門玩一趟 那這次的金門我真的覺得很好玩 我自己還會想要再來 那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要記得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或是想要看我們去哪裡玩 可以留下來跟我們說 那我們這次影片見 掰掰